所以我們必須要進行 然後要去 大家應該是想辦法監督政府 到底開放了哪些 我們讓步的哪些條件 他們讓步什麼 我們盡量給他們力量去 去牽出對我們比較好的條件出來 但我們也不可能不讓步 我們通通要 然後人通通不放給別人 這也不可能 其實我們市場上 很多那種產業工會 產業商會 協會 你要跟政府提意見 對 對不對 你甚至於政府在草泥 ECFA條款當中的一些東西 你要主動跟政府提 像我們在評論或者是政府 是大方向格局在思考 可是你單一產業當然是說 你不要犧牲我 大家都是顧到自己的利益 但是你單一產業 你也想著要突出一點東西 對對對 這個是必然的 對不對 因為現在兩岸市場 是在進行整合 對 而且這個整合是非常必要的 而且其實事實上對手 也不是說我們國內而已 其實未來全球化 你越來全球對手都進來 就是這樣子 我剛剛為什麼提 星期六中日韓三巨頭的會議 就是告訴各位朋友 我們再千言觀望 我們再由意識形態來主導ECFA的進程的話 一旦讓不要日本了 一旦讓韓國簽了簽下了FTA 你台灣的面板你賣給誰啊 人家可以提出抗議的 對 你加進下槍 你為什麼要獨厚台灣 是是是是 或者是好 就算你獨厚台灣 人家有FTA的保障 人家是零關稅 人家一樣可以跟你競爭啊 是不是 那你台灣的利益機會在哪裡 你沒有了 那你還搞什麼 你怎麼去跟你最強的競爭對手 韓國去增這個市場份額呢 而且中國大陸市場 現在又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一塊市場 你失去了這個市場 你玩什麼 所以不要玩了 所以我們應該為了台灣的利益 我們應該緊盯 看政府怎麼簽 對 我們應該看政府怎麼簽 是不是符合我們的利益 對對對 符合我們最大的利益 對 而不是去阻攔它 你不准碰或者是 對啊 那公投就要不要 就這樣就這樣 這樣要幹嘛呢 對 或者是搞一個公投 你們知不知道搞一個公投 你現在递出去 開始要公投的時候已經到了12月了 你好 你公投好 我要 OK了 才開始談啊 那等到這 最後談完了 那到明年上半年了 是 是 所以這個東西 我這一點 我非常贊成執政當局的做法 這個東西不能公投的 一公投 光耗掉的時間就是 就是你追不回來的損失 是 對 好 我想這個東西可能 大家 盡量國內 一定要要形成共識 然後去監督 去讓我們 得到最大的利益 那 如果我們有辦法監督得到最大的利益 相 相同的來想 在股市上面 應該就會有最好的表現 所以我們股市投資人 這本來就是要 所以我們 我們不能讓台灣的利益損失掉 但是 也不能說 說說我們 就不要 EKFA 或不要什麼東西 我們一定要把它監督到我們台灣得到最大的利益 相信我們 股市呢 明年不只萬大哥 講的那個點數了 可能更高的上去都有可能 你剛剛講的 讓我想到了 寶萊鎮 不是發行那個 那個ETF嗎 大陸的ETF嗎 對 就現在他因為發行這個 他還要再發行 ETF的期權 嗯 對不對 這不就是盤活了嗎 對 但是現在受惠的只有他一家呀 嗯嗯嗯 那希望我們 全體股市投資人都受惠呀 對 那就是你整個市場要 要火要旺啊 對 其實也不只市場齁 整個產業台灣整個就動 對啊 回復到我們那個 寶萊七十幾年的時候 台灣前燕角木的時代 燕角木的時代 對對對 好 那我們今天時間也差不多 我們非常感謝萬一軍官大哥來到我們節目上 好 也謝謝各位網友的收看 好謝謝大家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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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